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新说 项羽传 今天咱们讲第42回 汉二年的第四回 渡过黄河 战争打到汉二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朗 楚汉战争的大格局已经形成 将来争天下的就是西楚霸王和汉王刘邦 这两个冤家现在在行阳 行阳这个地方摆开战场 行阳大战的胜负将决定天下的归属 谁打赢了行阳之战 谁就是将来的天子 其实如果你真的看行阳之战本身 跟大家说你看不出项羽 是怎么输掉这场国家之战 除了惊锁之战 上一回咱们刚讲了惊锁之战 除了这场战役 项羽在行阳打赢了几乎所有的战役 刘邦在行阳实际上是被打得鼻青脸肿 以前经剧中有一句台词 说刘邦跟项羽 刘邦一生九败于项羽而改下一战成功 当然这个这里说的这个九它是个虚数 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 在行阳刘邦惨败的次数绝对不止于九次 比这多 让人意外的是 刘邦最后在行阳啊 是屡战屡败苦苦支撑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终是项羽体力不支 刘邦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实在太强了 无论项羽打出多少重拳 刘邦都能承受 然后呢 然后一次次从尘埃中战起 打不死的小强 战争到底是什么 刘邦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种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 不在于一场战役的胜败 而在于综合国内的比拼 更加深入一点 说到底拼的是老板的格局 二次大战中 你看珍珠港 菲律宾 当时日本都打上了 但是最终呢 最终日本输掉了战争 这和项羽和刘邦的战争是一样的 对吧 输得起 才能赢得起 这是掌柜对楚汉战争中刘邦的总结 就是这样 输得起 你才能赢得起 人生也是这样 这辈子是长跑 只有遇错遇勇的人 才能笑到最后 项羽是希望打一场惊天动地 那样贵族式的决斗 我和刘邦 我们一战决胜负 谁赢了谁就是天子 这是一种贵族式思维 但是刘邦呢 刘邦不肯 在这一点上 项羽还是太年轻 这个时候的项羽大概30岁 他在人生的格局上 他确实不如刘邦 咱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项羽的这个人生格局 很有趣的一件事啊 就是说刘邦和项羽 都有一个让他们很头疼的诸侯 刘邦头疼的 就是身边的魏豹 魏王豹 项羽头疼的是彭越 刘邦和项羽 在处理这样复杂局面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格局 什么叫格局 格局内心里是一种眼光 表现出来是一系列的表演 我们说刘邦和项羽的格局不同 其实我们看到的 就是他们表演的中心思想不同 你看刘邦是怎么对魏王豹的 项羽又是怎么对彭越的 刘邦 项羽 项羽就没有看得起彭越 他在发动对齐国的战争以前 曾经试图先灭掉彭越 但是失败 以后项羽 就再也没有发动对彭越的大规模进攻 彭越以后成为项羽最终在行阳失败 以及以后项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要是项羽能能找一些集中兵力打掉彭越 可能以后不会那么被动 彭越确实不算是最厉害的角色 但是后来就是彭越在梁国 死死的卡住了项羽的梁道 项羽在梁食一直在 项羽在这个 形阳的时候 他的梁食一直就是一个大问题 更要命的是以后 彭越还死死的卡住了项羽的归途 项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就是忽视了彭越 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去 跟项羽聊聊 咱们一定要问一问项羽这个问题 问题是 如果没有刘邦和魏王豹的故事 我们会相信项羽的失败是命运 但是当你看到刘邦和魏王豹的故事以后 你就会知道 刘邦的成功是一种格局 而项羽的所谓马虎 他忽视了 这个彭越 认为自己太大意了 这是鹰沟翻船 甚至于我觉得项羽可能还会扬天长叹 大英雄都是命犯小人 但与项羽的马虎相反的 就是刘邦对魏豹的警觉 魏王豹在河东 安逸 咱们以前讲这个连坡传的时候 咱们讲过 安逸这个地方 曾经是魏国的故都 是吧 他后来后来搬走了 现在呢 安逸这个地方就是魏王豹的老朝 安逸大体上咱们知道就是现在的 这个山西运城 运城 是吧 几乎呢 就和魏王豹的安逸 几乎就和这个刘邦的形容 就只隔了一条黄后 可以说呢 刘邦和项羽对垒的时候 刘邦的整个侧后都暴露给了魏豹 这个魏豹所处的位置几乎和彭越是一样 魏豹威胁刘邦 彭越威胁项羽 刘邦的粮食是从汉中运到关中 再从关中运到形容 魏王豹要是要是造反 随时都能渡过黄河切断刘邦的粮食 甚至于配合储君包围汉军 现在其实 其实魏王豹现在是处在一种观望状 但是魏豹以前毕竟他是项羽的人 他是项羽丰的十八王之一啊 魏豹所处的位置 以及魏豹以前的经历 这都让刘邦寝食难安 面对这种威胁自己的人 刘邦是怎么做的呢 讲仁义的争取的 不是 刘邦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在汉二年八月 刘邦派韩信和曹参 偷渡黄河奔袭安逸 发动了安逸之战 战役的结果就是活捉卫豹 然后把它扣押在行仰 安逸之战也是很有名的一场战役 是吧 其实这是韩信指挥的比较漂亮的战役之一 也可以说是韩信有代表性的战役 卫豹以前是投降刘邦 投降过刘邦的 甚至于呢 你记得去彭城的那几十万大军中吗 那几十万大军中就有卫豹 彭城他跟着去了 但是看到项羽打胜了 这卫豹立刻就脱离了刘邦的阵营 然后呢 然后再安逸拥兵自保 并且并且表示支持项羽了 但是其实呢 他的所谓支持也就是搞歌剧 韩信怎么打的这一战呢 这个时候的韩信 韩信的部队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韩信 曹参 还有那个冠英 这以后是 是汉军远征军的一个固定组合 韩信是 是这支独立作战的远征军的元帅 曹参是带领着以部兵为主的汉军主力 是吧 冠英带领着一支精锐骑兵 他们之间的配合相当默契 哎 你就看这安逸之战 魏豹其实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诸侯 是吧 打败他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这个时候 是吧 这个刘邦还在和和项羽在在行阳对垒 刘邦不能够拿出很多的兵力去打魏豹 这韩信是怎么干的呢 汉军和魏豹隔着黄河 这不是对峙吗 韩信先是在魏军的下游 大量的集结船只 并且高调的 把冠英的骑兵调到那去 就是在下游准备啊 强渡黄河 这下子魏豹慌 把主力 你想你想你想 刘邦把主力都都不意的这个冠英啊 都都派在对岸 不妨 冠英这个时候刚刚打胜了 精锁之战 可是可是最后汉军 没有在下游渡河 而是在上游一百多里的地方 用一种简易的渡河工具 就是几个皮囊 搭在一个上面 搭一块木板 这就算一个法子吧 是吧 就用这种方式 就用这种方式 曹参的步兵在上游 偷渡黄河 这个时候魏军的主力 都在下游一百里的地方 正等待那个 那个凶恶的冠英渡河 这个韩信这个时候有多凶恶 大家就就看出来了 他根本没有去说 偷袭下游的魏军 他而是直接进攻安逸 看着魏王豹惊慌失措的时候 夺取了安逸 魏王豹结果仓皇出逃 黄河岸边的魏军 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 立刻就起兵 去救援魏王豹 去和魏王豹会合 韩信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魏军一转身 冠英带领的汉军骑兵 强度黄河 魏军现在遭到冠英骑兵的追击 等他们到达安逸西南的时候 在已经溃不成军 这个时候迎面遇到了 以义代劳的曹参 人数上占优势的魏军 最后怎么样 竟然全军覆没 连魏王豹也给抓住了 项羽和刘邦 大家看都意识到了深厚的危险 都试图解决这个危险 但是一个成功 一个试了试就算了 就是跟大家说 有的时候咱们跟小孩子说 小孩子这个马虎 这个这两个字 马虎这两个字 这是人生的格局 咱们再讲一个例子 也是说项羽和刘邦的格局的问题 刘邦抓住了魏王豹 但是这个时候就表现出刘邦的聪明 我们说格局是一种表演 你看看刘邦是怎么表演的 刘邦不杀魏王豹 而是把他把他抓到了形容 表面上说我把你请到了形容 是吧 我请你来跟我一起守卫形容 当然这是做给诸侯看的 我刘邦不是要你们的性命 我要的是我的皇帝位子 我的天子位子 你们支持我 我做了天子 你们还是你们的王 魏豹这么孙子 我都留着他呢 是吧 你们不用担心 刘邦是这样处理魏豹的 当然这是对的 是吧 在那样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候 刘邦成功的稳住了身边这个诸侯 这些诸侯 就用魏王豹这个例子 同样是击败诸侯 项羽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鹰部 项羽在打败鹰部以后 杀了鹰部全家 我们说所谓的格局是表演 是吧 因为刘邦也没有真的最后就放过魏王豹 但局势稳定了以后 魏王豹还是被杀了 但是这种表演 这种格局 不忙在一时吧 杀人 不是为了解恨 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反叛者最终都得死 这是规矩 但是让他们怎么死 何时死 这是领袖的格局 你看在这种格局上的差异 当然说这都是小事 还有更多的关于格局的故事 汉二年的九月 汉军攻入山西 占据殆军 似乎你看着 这是贤旗 刘邦 好项羽现在堵着刘邦的大门 跟他拼命了 这刘邦还有心思啊 说在后院修个假山 带去离黄河远着呢 这跟现在的主战场 行阳八竿子都打不着 可是 可是跟大家说 实际上这是刘邦的格局 掌柜曾经对这一段时间的 刘邦的行为有一个 有一个评价 刘邦在行阳的战略是什么 就是以作死的方式进攻 整个行阳之战 在行阳这个局部 始终都是项羽强 刘邦弱 按照一般的说法 应该是项羽猛攻 而刘邦死守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这一段历史 大家去看 就在这段历史里 多次发生 刘邦进攻项羽 最后反而是刘邦被打得全军覆没的事情 这件事跟你说太有趣了 这刘邦打仗 怎么就不长记性 其实跟大家说 不是刘邦不长记性 掌柜觉得 这恰恰反映出刘邦的格局 刘邦在下一盘大棋 刘邦的棋子 所有棋子都在动 从南到北 从江西到燕国 到处都是刘邦的势力在活动 一个全国性的转变 大格局的转变正在形成 你想到了汉五年 两年多以后 刘邦现在布局 在那个时候 形成的局面 就是对项羽的十面埋伏 天下人共同讨伐项羽 这个结局 这个局面 是从汉二年底 刘邦 现在的刘邦 开始布局 楚汉战争 刘邦是非常了解项羽 刘邦在形阳连续的进攻 就是要激怒项羽 要让项羽钻牛角尖 强化项羽 一定要打下形阳的决心 项羽现在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形阳了 项羽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 他一心不能二用 可是刘邦可不闲着 这是刘邦不断的在形阳 以作死的方式挑战项羽 挑衅项羽的原因 刘邦有一件事 项羽是比不了 刘邦有萧和 每次刘邦在形阳输光了本钱 萧和都能给刘邦补上 所以这场战役 以这样一种可笑而异常残酷的方式 进行着 刘邦用大量士兵的生命 才换取时间 同时用士兵的鲜血 蒙住了项羽的眼睛 让他沉浸在血腥的胜利之后的 那种快感当中 刘邦的眼光就在这里 史书上说 说在汉二年年底 刘邦一南一北连续打出两计 中拳 现在看似这两拳都和形阳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以后这是一张大网 死死的困住项羽 一拳在南方 鹰部暴乱 吴瑞反叛 这好像很远 但是其实问题很大 南方吴瑞 乃至南楚 按理说 这都是项羽的地盘 是吧 南楚不算是项羽的核心区域 但是毕竟大家同属于一个楚国嘛 打断骨头连着劲 整个南方 其实按理说 都应该是项羽的势力 但是以后 当项羽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帮人在哪呢 十面埋伏中有两路 至少两路 来自南楚 他们从项羽的盟友 后来变成了项羽的敌人 怎么会发生这一切呢 这就是刘邦打出的这一拳 第一拳 利用项羽的凶残和多疑 逼反了鹰部 然后呢 然后利用鹰部 又降无锐 不是这两个人怎么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联合的联合在一起的符合的计谋 实际上是刘邦策动了整个南楚贵族 反对项羽 项羽失去了南楚贵族的支持 他的根基就动摇了 所以大家看这鹰部和吴瑞的故事 这里面一个特别有趣的看点 就是刘邦在与项羽的 刘邦在这些南楚贵族 他们和项羽的这个矛盾中 刘邦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跟大家说 当你看穿了这件事 你会同意我的观点 是吧 这件事就是刘邦身边 就是项羽和他身边的人 为什么矛盾重重 项羽身边无人可用 项羽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矛盾重重 这其中我跟大家说 古然有项羽的性格问题 但是跟大家说 没有刘邦的挑唆 不至于闹出那么多事 所以大家理会吧 这是第一拳 第二拳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韩信左勾拳 就是刘邦组成了一支远征军 离开了形阳 偷袭 未报 这只是这次行动的开始 这只是一个开端 以后这支军团进攻戴军 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路从安逸开始 经过戴国 燕国 赵国 齐国 谁也没有想到 两年以后 这支军团进攻的终点 是项羽的老家 蓬城 刘邦 击败 未报 实际上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 北方的这三个大诸侯 这是三个大块头 现在正津津有味的看着 项羽和刘邦厮杀 你说这得多甚的吧 这三个大国就是赵国 燕国 齐国 是吧 他们要是加入战局 随时都可能让整个战局发生颠覆性的力量对比的改变 这样一件大事 项羽竟然不管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跟大家说 项羽对这三个诸侯的漠视 这是一个格局 项羽的格局不高 刘邦怎么做呢 刘邦太了解这几块料了 与其等他们做出选择 你不如颠覆他们 这又是刘邦一个和项羽的项羽不同的地方 刘邦的各种招数太多了 而项羽呢 项羽除了武力 用暴力 他在与这个刘邦的战争中 他几乎没看到他使用别的计划 刘邦的左勾权的一个特点 不仅仅是靠武力 是靠格局 刘邦在这些国家 暗中都在培植自己的力量 在他们国内搞什么呢 搞阿拉伯之春 搞反对党 让他们自己乱起来 然后汉军以裁判的身份入场 你看刘邦让韩信 曹参攻入代军 给赵国从外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 制造这种不稳定因素 然后赵国的事不用你动手 一会儿张儿就会来请你 来请你帮忙 请你帮助裁决赵国内部的争端 赵国马上就陷入了内乱 自己人就掐起来了 韩信最后是被请进赵国的 他是作为反对党张儿 张儿最后是支持汉军 这是后话 以后咱们会讲 与汉军的分化敌人 在敌人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最终促使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转化的这种策略 形成先民对比的 那就是刘邦的 那就是项羽的强硬策略 项羽是一个迷信武力的人 迷信暴力的人 项羽在这方面说格局不够 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崇尚武力 要是暴力能解决问题 那就不用有别的方法 是吧 项羽是个典型的陈胜时代的人物 他的心中充满了强者为王 这个观点 鹰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对吧 鹰部咱们以前讲过了 这是一个很有能耐的武将 也是农民军出身的 鹰部也是农民军出身的 一直以来呢 鹰部算是储君中的名将 从陈胜的张楚国开始 每一场大战 几乎鹰部都参加了 展规个人的观点 他不是项家的人 在鸿门宴以前 他是储王的人 是范增的盟友 但是咱们讲了 截略观中 是吧 项羽成功的用 用这个大诱惑 又使鹰部脱离了范增和楚王 作为十八王 鹰部被封为九江王 大概就是 就是九江大概就是在寿春这一段 在这件事情当中 是吧 项羽觉得自己是算计了鹰部 但是鹰部可能也是觉得自己算计了项羽 大家千万记住 这帮农民军出身的人 他们心里是相信强者为王 我的王位不是谁给我的 是我夺来的 项羽觉得我待鹰部不亡 是吧 你就得死心塌地的给我卖命 项羽是不见外 有要求就提 可是鹰部呢 鹰部在翅膀硬了以后 就不再听项羽的命令 好了 这一回咱们时间又到了 是吧 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的故事继续讲 咱们的故事继续讲